-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跟你看電影廊 看電影公共跟我是XXY 歡迎收聽H&M36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有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帶你了解歷史上的發展一些重要的事件喔 我們今天又非常開心邀請到的是歷史小白J 沒錯喔 好的 我們接下來分享的歷史故事是發生在1950年的11月26號 長津湖戰役 聽到這個名稱啊 要看到這個年代 那麼問一下歷史小白J 我們已經聊了那麼多次了 你大概也會知道說這個戰役是發生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的 1950年吧 是的 那大概就是韓正背景 欸 不錯喔 多少還比較近期 這算是 現在考試比較常出現的一個 那所以你之前有聽過所謂的長津湖戰役嗎 我沒有 其實我沒有從歷史課本上面得知過 但知道電影其實蠻多的 OK 就是對電影有印象 有聽過 這場戰役為拍成的電影 那你有大概知道什麼樣的背景嗎 沒有 完全不知道 非常老實 好啦 那我大概猜測你應該是知道說去年中國大陸他們推出了一個所謂的主旋律的電影 所謂的主旋律電影就是他們這個歌功宋德啊 符合他們的精神 符合他們的精神 然後在偽災他們的國家的這種電影 長津湖 他算是一個戰爭片 然後在2021年的時候其實在中國大陸非常非常的知名 而且呢這部片跟另外兩部片叫做 中國醫生還有無名這兩部片 總共三部電影嘛 就是號稱是所謂的中國勝利三部曲 那這部電影呢他也是主要是聚焦在長津湖戰役當中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水門橋戰鬥 那這個水門橋戰鬥另外一個很著名的原因就在於說呢 他們當中的這個故事的解放軍的軍隊哦 他們是屬於這個20軍跟27軍的軍團啦 那這個軍團很有名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有號稱是所謂的冰雕連 為什麼叫冰雕連 聽著名字就知道說那邊很冷 冷到就是他們變冰雕 哦 你懂懂你懂為什麼 就是非常慘烈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長津湖戰役啊 我們看到就是很多的那種歷史照片啊 或是在電影裡面有描述他們那些場景 就可以知道說當時就是冰天雪地了 遇到一個寒流這樣 非常非常冷的一個狀態 然後要作戰 其實對於不管是美國啦或是北韓啦 或是前往支持北韓的這些 中國人民志願軍來說呢 都是嚐到了非常大的苦頭啊 總之那齁 就是這場戰役呢 我們要稍微就是往回推一點 就是講到了有關於韓戰爆發的背景啊 那我不知道麗小白J 我們之前有沒有聊過 就是有關韓戰發生的背景 或是韓戰整個那個戰局的過程啊 我們之前有講過嗎 之前嗎 我們有提到過什麼H&M的有關韓戰的東西 然後有講到這個 好像我有點忘記了 幾乎很少 我們好像沒有講到 好像只是我跟金老師講比較多 對好像我 剛好我來的時候都沒有碰到韓戰背景的 OK 好啦那我大致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免得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聽到我們的節目這樣子 OK 總之韓戰呢基本上就是 二戰之後的延伸 因為其實二戰結束之後呢 這個原本是日本佔領的這個朝鮮半島 等於是日本戰敗之後呢 那這個原本是屬於日本的佔領地的朝鮮半島 那該怎麼辦呢 那按照這個後來的這個條約 國際的約定啊 他們會認為說佔領地應該要交由國際托管 那國際托管有誰還管呢 基本上呢就是美國跟蘇聯兩大強權嘛 那也是我們後來在二戰結束之後的 所引發的這個冷戰對立這樣 那基本上呢 蘇聯他們支持是北方的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 那另外這個由美國 也就是西方世界所扶持的這個 由李承晚所建立的南韓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大韓民國 以這個北緯38度線來做劃分 南北就這樣子被分裂這樣 那其實不管是北韓還是南韓啊 我覺得跟現在我們兩岸關係比較不太一樣 是說他們都認為我們目標 我們現在狀況啊 我們這個國家雖然現在的狀況是南北分裂的 可是我們的目標應該都是非常的一致 就是要統一全部的這個朝鮮半島 所以不管是你來統一我還是我來統一你 他們到最後面都是想要統一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比較不太一樣是說 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認同 是跟我們不太一樣 對就是說到底是誰來統一 這個是我們之後可以來討論的 但是我們都朝著統一的方向前進 而不是南北分裂的狀況這樣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代背景 因為誰也不知道說共產主義是好的 還是民族主義是好的 所以雙方的立場都有人支持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不太喜歡 就是用很多現在的Youtuber 或是有些號稱自己是軍事專家 他們會認為說什麼 那個北韓就是邪惡的 或是說我們是受比如說美式教育為主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民主就好棒棒 那北韓都是智障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不太喜歡這樣子去分別 因為在1950年代 甚至是在二戰結束的那個時候 有共產主義的一些國家誕生 可是沒有人知道說這些新興國家 後來走的路會是找什麼樣的方向前進 或是到了現在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當時的蘇聯現在已經沒了 解體了 對啊那誰會知道說當時 我們大家再撐個40年50年 蘇聯就會瓦解了 所以大家來投靠民族主義嗎 不可能 所以其實當時這雙方的立場都有人支持 但是我們應該都知道說 其實南韓他們就是信奉美國的那一套 美國的民主的那一套 所以其實不管什麼事情 你要扶植政府 你要創造政府 你要在這邊穩定民心什麼的 你就是要透過投票這樣子 投票在一個民主尚未發達的一些地區 這些投票一定都會有弊端 所以李承萬所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 雖然是民主陣營 可是常常就是會有那種 弊案或是舞弊 或是這種投票的亂象這樣子 所以導致就是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北韓我們這樣子就是交友政府去做 那根本就不會怎麼樣 所以也是有很多人支持北韓的那樣的做法 所以其實不管怎麼樣 當時就是各有用力 可是事實 我們今天講歷史事實 就是北韓他們先跨越了38度線 然後往南清 當時南韓的國軍也是打得措手不及 所以就往後退 退就退到了現在的釜山那個地方 所以有一個非常知名的歷史名詞 叫做釜山包圍圈 就是南韓當時機機可危 這只剩下釜山這個地方了 釜山再被吃下來 那這些人就是等著跳海而已 所以當時在機機可危的狀況之下 在日本的邁克拉斯將軍 他就出手幫助南韓 甚至是在聯合國有授權的情況之下 美軍他們就派出了軍隊 然後直接在仁川登陸 也就是現在在朝鮮半島的中部的這個地方 那登陸之後呢 這個聯合國軍隊或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軍隊 就開始往北進攻 那進攻的這個攻勢呢 也是來得非常的猛烈 所以當時的北韓呢 也是被PBB往北逼 PBB已經逼到這個國界的壓力疆的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照理來講 應該是蘇聯就是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應該他也要開始幫了嘛 可是蘇聯他其實是在聯合國是有席次的 大家要注意到中國啊 就是中國這個席次在當時在聯合國的話 是我們中華民國啊 所以其實不管是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中國啊 我們當時我們所謂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有否決權的 所以蘇聯如果要出手去幫助北朝鮮 那一定會被其他人否決 或是被其他人攻幹 所以蘇聯他當然不會用這種明目張膽的方式 去支持這個所謂的北韓 那當時呢還沒有聯合國席次 或是他已經只是剛成立的一個政權 剛建立的國家是誰 那就是中共 所以當時的中共 他們就派遣了這些人民志願軍 他們號稱是志願過去的 他們要打的這個抗美援朝的旗幟 跨越了壓力疆就幫助了這些北韓 所以呢我們這樣提到的這個長津湖戰役 他其實就是抗美援朝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們對上的是這些聯合國的軍隊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呢當這個仁川登陸成功之後呢 仁川登陸其實我們之前HF也有提到 他是在1950年的9月15號的時候發生的 那成功登陸之後呢 北韓一直往北退 往北退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戰況是對於美國啦 或是聯合國軍隊來說是很有利的 所以當時的麥克阿瑟就打了一個口號 就說我們要趕在聖誕節前回家 所以這場進攻行動他就被定位成是 所謂的聖誕節回家公式 真的有這個名稱喔 不是我瞎掰的喔 所以依舊說呢照理來講啊 如果撐過今年啊 也就是1950年啊 12月底的時候我們撐過去啊 或是在年底的時候我們撐過去喔 我們真的就是把這些北韓的軍隊給剿滅掉 哇那真的就是 朝鮮半島有可能今天就是完完全全是 由這個所謂的南韓的政權所掌控的喔 所以當時的這個中國呢 他們就是出手相助嘛 那另外一個值得一提就是說呢 這些人民志願軍喔 他們是來自於哪裡 他們其實蠻多都是已經打過 國共內戰的一些 非常非常有經驗的軍人 甚至有些人他們可能是 打這個國共內戰的過程之中 被解放軍所俘虜的這些中華民國的國軍 喔 所以這些國軍喔 被俘虜之後呢 他們不是 比如說啊 那個時候中華民國已經撤退來台灣了嘛 他們不是直接送到台灣去喔 這些戰俘其實就被送到了 戰場上 被對 這另外一個戰場上 然後再加上說 當然也是有一些就是 解放軍的志願軍 他們有去投入這場戰爭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些來自中國的軍隊 他們的戰鬥經驗是非常豐富的 那加上說呢 當時的解放軍 他們其實接收了很多蘇聯的那種 非常新型的武器 然後呢 還有一些是從東北地區 就是當時還是滿洲國的這些地區喔 東北地區跟日本繳獲而來這些武器 所以他們手上有什麼武器 他們有日本的武器 他們手上也有蘇聯的武器 就是非常非常先進的一些裝備 資源的這個北韓 所以就戰況來說呢 中共方他們當然就是會認為說 他們帶著這麼龐大的一個優勢 然後就真的把聯合國的軍隊給逼退了 那事實上確實 當時的聯合國的軍隊喔 也是在這場長青湖戰役之後呢 就撤退這樣 所以就戰況來說啦 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這場 長青湖戰爭之中的他是產勝的 而且呢還成功的把戰線回推到 原本韓戰開打之前的38度線 甚至呢還超過一點點 喔喔 對 所以呢 比原本的還要再更多一點點領土 對 然後呢當時的這個聯合國軍隊呢 他取消了所謂的聖誕節回家公司之後呢 就開始的在新南港這個地方的撤退 然後而且撤退到38度線以南 從此之後呢 到38度線這樣子的一個戰局之後 後來的韓戰的大大小小的衝突 都是在這個38度線的交界處這樣子 所以長青湖戰役呢 他非常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是在於說呢 中國人民志願軍 他投入到這場戰爭之後呢 就是在戰術上面呢 他取得了一個優勢 然後呢 甚至是把這個戰局拉回到 開戰之前的那個樣貌 所以對於北韓來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這樣 那另外呢 對於台灣來說其實也蠻重要的 為什麼呢 我剛剛有提到這個20軍啊 或是這個有投入到這場戰爭的一些軍團 他們當時這些解放軍其實是部署在福建一帶的 那部署在福建一帶是什麼意思呢 念小白J你可以稍微就是推測一下 當時他們想要幹什麼 福建的話就代表他們對台灣 欸 多少 沒錯 有一點企圖心 他們當時在韓戰還沒開打之前 在這個抗美援朝發生之前 他們其實是已經準備要渡海來攻台了這樣 原本軍隊要用在這邊 原本軍隊是要用在這邊的 然後但是抗美援朝的這個大旗一打 他們就直接往北走 往北走 然後全部都支援北朝鮮老小弟這樣子就對了 所以呢 這些軍隊喔 他們在尋軍的過程 他們其實並沒有很妥善的去準備所謂的在北方作戰的狀態 所以他們帶的衣服 就是很輕便的便服 然後他們也沒有這所謂的厚重的那種遇寒衣物 然後他們也沒有料想到就是 他們在11月26號的時候 開始在長津湖 就是這個戰役就開打了 然後這個戰役呢 他其實一路打打打到12月13號 也就是12月中 當時呢 他們剛好就遇到了一個寒流 非常非常強烈的寒流 而且甚至是這些美軍他們也 沒有料想到 欸奇怪 怎麼莫名其妙就是來了一個暴風雪 而且這個狀態 我看一下資料 好像是說這個溫度降到這個零下30到40度 這很冷 大家想想看我們 在台灣寒流 光個位素的溫度 對 那你要想想看這個在 非常非常冷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怎麼打仗 而且你又沒有遇寒衣物 你沒有遇寒衣物的狀態之下你怎麼打仗 就是讓當時的一些不管是美軍也好 或是當時的中國軍隊也好 除了戰死之外 其實蠻大一部分的死傷都是 凍死的 你沒有凍死你甚至還有凍傷 所以我們剛剛所提到這個非常慘烈的冰雕連 什麼狀況 就是他們其實傳說啦 就是美國他們已經知道 這邊有一支軍隊準備要跟我們正面迎擊 可是他們在靠近這些軍隊的過程之中發現 奇怪怎麼都沒有動靜 是不是他們在埋伏我們 結果當他們看到這群駐軍的軍隊的時候 這些人都我剛剛說的被動成冰雕了 被動成冰雕之外 他們其實我剛剛講的 他們知道說這邊有軍隊 所以他們已經有進行一場空襲過這樣 所以到時候他們看到這些冰雕 是不是這麼的完整的 碎冰雕 對 然後而且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是在這個活著的狀態之下 被轟炸的話 你是不是會噴血啊 斷肢是不是會有一些血跡 但是這些人很明顯就是這些斷肢 他是沒有血噴出來的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前因後果吧 就是這些人是被冰凍 然後被凍死之後呢 然後被轟炸 然後屍體沒有很完好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當時啊 那個場面 對那個戰場的狀況是非常非常惡劣的這樣 所以對於中國人民志願軍來說 是一個慘烈的戰役啦 這個也是為什麼後來 有很多的這些中共方 他們就會把這場戰役拿來宣傳 是因為第一個 他們有很遠大的理想嘛 因為我們要抗美援朝嘛 對 目的也算達成了 目的也算達成了 所以而且這個就戰國來說的話 他們是產勝嘛 所以就是 剛建國不久的這個中共來說的話 他是一個 呃在在這個戰國上面 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成績這樣子 就算士氣有提升 而且很有悲壯色彩 我們用生命換來的這樣子一個勝利這樣 但是事後有很多的這種 翻案歷史 其實有找到就是說 為什麼中共他們會有這樣子一個 大力宣傳的這種 素材 是因為他們在戰場上 其實有找到幾個 屍體他們上面其實有寫一些家書或是遺書啦 對那這些遺書他們就會去挑啊 他們一定會去挑到一些 就是可能寫的比較高大上的一些東西的內容 然後挑出來講 所以有些人他們可能在兜裡面 口袋裡面就是放了他們寫的一些字 然後這些字可能就寫說 我為了祖國而戰之類的 他們就會挑這些東西 然後拿回來做宣傳 跟他們這個國家內部說 我們有英勇的戰士在這邊戰死這樣 可是那也是挑出來的啊 但是有多少人就是真的全部人都這樣寫嗎 我覺得不見得啊 不見得啊 然後也就是這樣看起來就很像是他們都是志願區 但是說真的 有些人不是啊 所有人都是志願區 還是另外一回事嘛這樣 對 大家如果有在這個 有去過高雄奇經的話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如果在高雄人的話 我覺得不見得高雄人也知道有這個地方 就在高雄奇經有一個算公墓啊 還是一個紀念碑 然後那個紀念碑基本上就是在紀念這些 國軍的孤軍啊 那這些孤軍是怎麼來的呢 我覺得還蠻悲慘的 就是說有些人他們是 因為在日治時期嘛 他們加入的是日本軍隊 所謂的日本皇軍這樣子 然後到東南亞作戰啊 他們可能到東南亞作戰的時候 然後被俘虜了這樣 被盟軍俘虜了 然後被盟軍俘虜之後呢 就被送到中國去了這樣 被送到中國去之後呢 因為你是日本俘虜 但是你是說中文的嘛 你是來自台灣的嘛 所以他被推到這個國共內戰的戰場上面去 然後呢 可能這個時候他又被俘虜了 他被誰俘虜了 被解放軍俘虜嗎 被解放軍俘虜之後呢 他們又被送到了朝鮮半島去打仗 所以你可能一開始是日本軍隊 然後呢 被盟軍俘虜 被送到中國去 被送到中國去之後 然後打了國共內戰 然後就被解放軍俘虜 被解放軍俘虜之後呢 你又被送到朝鮮半島去打韓戰 被朝鮮半島 被送到朝鮮半島去打韓戰 然後結果你可能又被俘虜了 可能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在地圖上這樣繞了一大圈這樣子 所以我看到那個紀念碑的時候 他就是寫的就是有一群 算是在當時被踢皮球也好 或是被送來送去啊 狀況我覺得其實蠻悲慘的 就是說在二戰結束之後 因為台灣其實畢竟是 日本的殖民地之前嘛 所以你在那個身份認同上面 就是會有那種 對啊我覺得那個時候 如果你是身為在台灣出生 或是甚至是中國好了 那時候的處境 說真的 那個國家的定義還沒有那麼明確 就是你不知道你是誰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 你現在到底是在打的是 或不會你今天是這個國家 然後明天你又換一個國家了 你又換另外一個國家的子民之類的 我在看到那個悲文當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哇真的是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很多人 就是在講說 啊那我們到底算誰啊 我們在戰後之後 我們到底是 就身份認同 我們身份認同到底是 就有那種錯亂感 然後另外就是我自己個人也有一些經驗是說 據我爸說啦 就是我的爺爺他是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是有被派到南洋去打仗 OK 然後但是我爺爺當然很幸運 就是他有活下來 然後他也有回到台灣 嗯 要不然怎麼會有我呢 這樣 對那我爺爺那時候他聽說我爸 嗯 就是我爺爺回來之後 我爺爺是 知智不提他之前 幹了哪些事情 哦 蠻多就是 對 而且甚至是他很低調 因為後來台灣光復了 台灣光復之後就是國民政府接收 那如果你之前是幫日本打仗的話 哦那這個很嚴重 多少一定會有一些 你就會被清算嘛 你就會被當作是 哦你當時是叛國嘛 對啊 可是誰知道 因為我們就是 當時就是日治嘛 我們就是 被你知道 日本皇民化啊 什麼有的沒的這樣 身份認同上面就是 欸我當時就是屬於日本的 嗯 對啊 那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 時代的悲哀啦 然後但是這個東西啦 你看看哦 如果我爺爺他不講的話 或是我 我爸他也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的話 是不是就 就忘記了 就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從長津湖戰役也好 或是從這個韓戰也好 甚至是我們把這個時代的 前因後果都起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 在二戰結束之後的一個 時代的悲哀啦 對啊 因為我這樣看下來 我是覺得說 你看哦 現在我們提到這個 2021年的 中國主角的電影 長津湖 大家如果看過這部片的話 他其實裡面就是一直在講 我這些人他們很熱血 自願然後去參戰 然後當然啦 就是戰爭的過程 在這部片裡面 確實是描寫的還蠻慘烈的這樣子 但是這部片它到底 全部都是史實嗎 或是它裡面的這些 很悲壯的這些情節 比如說活活被凍死啊 或是人肉炸彈 然後去跟美軍同歸於盡啊 這種比較你知道 手撕 倒沒有手撕鬼子啊 或是那種比較誇張的情節 就是它就是有很多這樣子的 比較悲壯的劇情去歌頌 當時這個中共他們去支援北韓的 那種崇高的理想吧 可是每個人真的都這樣子嗎 對不對 對啊 真的每個人都是 就是義憤填膺這樣子 我要去送死 我為了國家要去光榮 我們的這個國家這樣子嗎 我覺得不見得啦 所以長青湖這部片啊 當然很多人看了就很熱血啊 很多人看了之後就說 哇 激起那種愛國情操這樣子 很熱血沒錯 可是呢 這部片它背後的意義 它真的是代表所有的人嗎 我自己個人覺得 大家可以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看看這部片 因為它真的讓我思考很多 是因為我知道這一部片 它背後的歷史意義 跟歷史故事 歷史的真實樣貌 對 然後而且我看了很多資料 因為我覺得韓戰的資料很有趣 就是南韓方的資料反而比較少 反而蠻多都是從美國那邊 其他國家介入戰爭 直接介入一下 對對對 然後更多的是這個中共啊 或是北韓他們 加入了很多這種國族思想 那種社會主義的色彩在裡面 兩場戰役就算是 對兩個國家來說 都是為了 要增加自己當下的那個 所謂士氣啊 我也希望可以增加民族認同之類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 在某種程度上面 是有一點點被帶上某種濾鏡 而且不同的史料 它呈現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因為它的立場的不同 而有很大的差異 像這個凍死的統計啊 解放軍是一回事 美軍他們在清點戰場的時候 又是一回一回事 所以到底死了多少人 然後死了這些人到底是誰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說不定有些人 他真的是從台灣過去的啊 對啊真的是 他就是死在超級半島欸 他真的有被你們解放軍啊 或是美軍統計進去嗎 還是他只是那個數字 這說起來真的很悲哀啦 對啊 至於 戰爭下的那種 對我自己是覺得 我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蠻感慨的 然後特別是 這部2021年的電影上映之後 他又被歌頌一番 我是覺得很感慨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是解放軍出生的人 然後他們帶著崇高的理想 然後過去打這場戰爭 對啊就一定那麼多人 一定有人不管是被俘或是他 我甚至也相信 也不是每一個解放軍 都想要真的參與 真的想要去參與這場戰爭啊 不會有人主動的想說 我今天就是要去打仗 我相信有 可是我相信不會是所有人 都有這樣的想法 對啊 所以基本上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歷史故事 長青湖戰役 或是我們所推薦的這部電影 也不一定推薦啦 就是相關的電影 相關電影 長青湖 他甚至呢 之後還有續集 但不管怎麼樣 我不知道大家 聽完這個故事的時候 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歡迎大家來跟我們討論 因為說不定你看到 有更多的實料 可以跟我們來做分享這樣子 對 那我們今天 聽完這樣的故事之後呢 1分是 5分是 WOW 那立小白 J你這次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WOW 有驚訝到 對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我應該說他 他勾起之後的那個 應該說聽完這個故事 或是聽完我們今天這一集之後 大家的 想的方向也不是有在想 就是這場戰役的相關事情 嗯 你可能會想到 剛剛像他外講的是這個 你在看一些歷史電影子的時候 其實你要 多少去了解一下真實歷史樣貌 嗯 尤其是現在 不管是韓戰 或是你再往前 拉更早二戰一戰的時候 世界大戰那種時候 就是 其實基本上 因為離我們的時間都有一段 有久遠了 然後我們也不可能考證到相關的人物了 說真的 我覺得有點難了啦 韓戰或許 你多少可能 像是剛才我分享 他也有參與過一些相關的一些戰衣 或其他之類的東西 就是近期的戰爭可能還是有人參與過 可是我相信這些比 這些人的比例會越越少 嗯 那當然你在 知道這些故事的內容情況的時候 大多都是來自於 一些影視啊 或是紀錄片相關的 對 這個就是我最憂心的地方 對 因為畢竟這種東西就是 它是屬於一個幻想主題嘛 對 對 應該說這東西就是一個幻想主題 然後你知道幻想主題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幻想類型 嗯 就我們都在講 我們比如說韓戰 我們都在講韓戰好 可能有人 像美國會以美國的視角來拍這個故事 那你也有人可能會以中國當時 共產的思想來拍這個故事 嗯 然後兩邊戰立場就不一樣啊 嗯 可是到底哪個立場是真的哪個立場是假的 也沒有這種對錯嘛 嗯 而是他們可能只是截取了歷史的 其中一個樣 其中一個小段 或是其中一個某部分的樣貌 然後來融合他們想要拍的內容 然後造就了後來我們看到的 那一個幻想主題嘛 所以就會造成說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 對於某一些特定 就像不只不只現在這狀況 可能包含美國也有一些 媒體主義的東西會很常出現 嗯 我覺得大家就是看電影之餘 尤其是這種歷史電影之餘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去了解說 可能這一段 他雖然是考究歷史上面的一些片段 但是 或許他有做一些改編啊 或許他是 他是不是完整的呈現 這些東西大家就可以保留 不要完全相信影視啦 嗯 我只能講就是多少 就是 你看透過影視去 了解這個歷史才是 一個歷史電影 他能扮演最好的一個作用 就是所謂的入門 但是事後的求證 還是要求證 你不能說我看電影就是那樣 電影不完全嘛 對 沒錯 所以以上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 有什麼想法 或是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 都歡迎在留言 去幫他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 來跟我們做互動 當然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不用按讚追蹤我們臉書 粉絲團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的聲音平台 也不用在Apple Podcast 在S&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薦 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入我們討論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H&S36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H&S36